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位女士发了一段小视频 就是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颜值 对着镜头就摆了摆表情没说啥 但是呢配了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来漂亮国三个多月了 被现实打败了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没有公卡 没有收益 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 余生就做自己一个人 找一个美国公民三观一致 相互有个照应 如果你是我的正元留下你的足迹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主页 最近还有其他视频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 我之前呢在视频和直播当中都有提过 是有些女性朋友们出国了呢 就是伴着这个路子来的 有的是找到了外国老年男士 有的是找到了有身份的当地华人男士 年龄各种都有吧 通过这种方式留在了国外 不只是在美国啊 在澳洲也有不少这样走捷径的 不好意思 我就认为这是走捷径 已经说的比较体面文明了 到底你们这样的人是在用什么交换 留在国外的合法身份 大家都是成年人心里边都有书 之前我也说过啊 我不是偏激的反对所有在国外 嫁给老外的华人女性 因为如果是出于真爱的那些呢 我觉得没什么 但如果是明码标价 直接说出来 你看我长得还行吧 年纪比你轻吧 想得到我 只要给我身份就行了 这种明晃晃的是建立在 利益基础上的 不是爱情 而是交易 说实话啊 虽然我生活当中见的多了 但是我在国内的互联网上 看到有女性直接发这样的视频 还是不多见的 可能我看的还不够多吧 因为我认识的身边这样的女性啊 有的呢也知道不好意思啊 甚至聊天时呢 尽量回避不谈自己是怎么拿到身份的 您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像这位女士 如此大方的在网上找对象 还是明确的说 就是为了留在美国 就是自己没这个能力 就是想找个美国公民咋地吧 注意她的错词啊 美国公民 可能她不懂有绿卡 这个可以长期拘留的签证 这回事儿 也有可能人家就是想要找一个 已经入了美国国籍的大哥或者大叔 特意称之为美国公民 除阳没外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吧 而且啊 明明承认在美国生活不下去了 啥啥都没有 也不想回国正儿八经的找个工作 好好的自食其力 偏要留在美国 明明留不下 也要用这种出卖什么的方法留下 就算留下了又能怎么样呢 语言不同没有工作 就算你幸运的嫁给了一个美国公民 短期内她因为你的美貌啊 我暂且说是滤镜下的美貌吧 时间长了看脸能看多久啊 而且人家知道你的目的 能跟你有真爱吗 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在家里被家暴吗 离婚以后又怎么生活呢 一本美国护照就能让你吃饱穿暖了吗 当然 如果你们这些心中有美国梦的女士 都不在意的话呢 那我就只能祝你们好运了 但是我不是很希望 在我们中文的互联网上 看到这样的视频 因为我认为这是在进行 不良的价值观导向 我不反对每个人的不同选择 但如果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表达出来 就有宣传的意味 想一想年轻的女性看到之后会怎么想啊 都不奋斗了去国外找个美国公民 结婚留下来吗 那些在咱们网站上面 天天打着女权的人们 是不是应该出来反对一下啊 其实就是在国外 难道老外对这种 我们有些女性的做法就支持吗 不 她们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这不是什么正确的做法 更加不值得宣传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啊 我认为我们当代中国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努力学习工作 照顾家庭 热爱祖国 有正确的三观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不是不能出国 出国看看世界长长见识 留学呀工作呀都没问题 只要别做伤害祖国的事情 别说伤害祖国的话 如果有机会有能力在国外找到工作 在国外工作一下也是可以的 都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嘛 但是你要是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 通过辱骂祖国拿身份 或者通过商婚等等 不入流上不了台面的方式留下来 一点也不让人尊敬 甚至让人不耻 时间长了对你自己也不好啊 因为你不具备在国外独立生活的能力 短期维持之后生活必将遇到困境 何苦来的呢 让家人朋友看到你在网上 这样卖弄风情 目的明确的找对象拿身份 真的一点也不害臊吗 有人可能会说 坤姐你心太小了吧 或许吧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 如此坚决的要留在美国 还要用这样的方法实在不是 我能看得下去的 也不是心大小 而是道德标准高低的问题 不是说咱们在互联网上 要打击不良价值观取向吗 该行动了吧